这次的核峰会也可以说是一个各国宣誓自己核主张的这么一个平台 在这次的核峰会上的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 也表明了中国在反对核过散和推进核财军上的五点主张 那么您怎么来解读一下中国政府在核财军上的立场 我今天仔细读了一下胡主席在核财军会上的讲话 我的感觉就是说是和我们历来的核政策是一致 不首先使用核武器 实现最终实现全面消除核武器 要防止核武器扩散 坚持这个什么和平利用核能 这些个政策基本是我们过去的政策 那我当时看了以后就感觉 如果说到我们国家的外交政策 恐怕很少有一个外交政策像我们核政策这么稳定和连续性这么强 我们从64年进行核实验 第一次进行核实验到现在 我们对外的这个核政策 几乎没有过任何变化 所以就是说从这一方面来讲 我觉得就是说我们的核政策应该说是相当具有持续性和稳定性 那么说到就是说是在大国这个峰会上 各国表态 我觉得这很很很重要 就是什么呢 这次这个峰会是各国表态的一个会议 它不是一个制定政策的会议 所以在峰会上你发现 就是说只要是国家领导人的峰会 不管是什么峰会 基本是一个看守表态会 它不是一个政策制定会 也不会说去回去执行什么 它没有这样的 所以就是说现在呢 大家对峰会的看法呢 往往就觉得就是说 峰会里制定一些的目标非常理想 制定的一些原则非常的这个好 大家也一致都同意 那么但是呢就是说每到回去落实的时候呢 恐怕就跟这个在这个会议上的这个什么 这个这个大家达成的那个共识和决议 就会有差点 所以就是说是说到这次峰会 虽然是在这个防止和过散 和平利用和能和这个实现这个无核世界 这一点大家原则都达成共识了 但是回去各国能落实到什么程度 恐怕还是另外一个问题 对 这里都是很重要的问题 就是这个刚才研究社有谈到了 就胡主席这次的表态 就目前的形势来说 有个非常重大的意义 就是说各个领导人已经表达了政治意愿 就是要在核财军领域大大推进一步 这只是一个政治意愿 但是如何实现 没有路子 但胡主席在他的五点声明里头 五点建议里头提出非常 一个很具体的 可以说可以按部实施的一些原则性的问题 我举一个例子 比如说大大国 核大国都承诺 不对无核国家使用核武器 在任何情况下 不首先使用核武器 放弃首先使用核武器的这个核必胜政策 这个对各国真正 真想搞核灾军 还是假想搞核灾军 是个重大的一个考验 因为如果你大家 五个核大国都承诺 不首先使用核武器